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地 弟兄姐妹平安 又到了今天活祭的节目时间了 欢迎你收听 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还是来集中思想 神对你金钱的计划这个主题吧 记得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跟你提供了一个既实际又可行 而且是又符合圣经的方法给你 可以帮助你在金钱上 以神为首位 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收入的十分之一 献给神 那传统上就称为十一奉献了 十一奉献是非常实际又实用的 如果神要求的是七分之一 或者是十三分之一 那在数学上真是一个很难的难题了 可是十分之一倒是人人都会算的 因为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你把这个数目的个位数向前移一个 那就是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了 所以即使是没有数学知识的人 也懂得十一奉献的 我们看见十一奉献的实行 是开始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 然后是雅各 以色列人 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自己在大基斯的职份当中 也是这样实行的 希伯来书七到八章告诉我们 耶稣是依迈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的 而迈基喜德 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 那么换句话说 这是迈基喜德做祭司的工作之一了 接受神子民的十一奉献 而耶稣因为是迈基喜德的等次为祭司的 所以如果我们承认耶稣为大基斯的话 我们就要像亚伯拉罕那样 将十分之一交给耶稣 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神向我们所发的一个挑战 我们可以借着实行十一奉献去试验神 神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七到十二节 对以色列人说了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却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你的公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公物上 那我们要注意了 不给神应得的那一份 就称为夺取神之物了 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 我们不会夺取人的东西 然而我们却去夺取了神之物啊 跟着神就教导他们补救的方法了 或者说 是先讲到夺取神之物的结果 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九节说 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 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那然后在第十节呢 神就提出一个补救的方法了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你看那啊 补救的方法就是 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的送入仓库 经文接着说了 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啊 你看那 神赐福的应许是什么时候临到的呢 是在什么条件底下发生的呢 那注意了 就是在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的时候就发生了 跟着他说了 你们可以试试我 看我所应许的是否实现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信心去实行 神要求我们去试试他 在我们的金钱上 试验他 跟着他又讲到这样行的结果 到了十一节他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 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 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 因你们的地 必成为喜乐之地 注意了 神说啊 如果你们这样遵从我 我就会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啊 我会为你们斥责蝗虫 不允许他们吞吃你们的土产 而列国看见呢 也必说 哎呀 这真是一群蒙福的百姓啊 神正是赐福他们啊 使他们兴盛 你看呢 这一切都是奉献十分之一 给神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好 我们现在来把这段经文归纳为几个要点 第一 神记录了以色列人在一千多年间的奉献的情况 一千多年前啊 神已经要求他们给他十分之一的奉献了 到现在 神保存了这些记录 神说他们夺取了神之物 那第二 保留神的份呢 就是夺取了 那这夺取了不是夺取人的 那是夺取神的物啊 结果是带来咒诅 第三 和第二点是刚好相反的 忠心的十行十一的奉献会带来祝福 而且神也因此得到荣耀 第四 我们可以借此试验自己的信心和神的信实 那注意了 这是要凭信心去行的 神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仓库是指什么呢 我觉得仓库啊 可以包含两个意思的 那第一 仓库是指某一处 我们可以得到粮食的地方 那另外 仓库也是指某一处 我们可以拿到种子去播种 也就是说 在别人生命当中 会得到收获的地方 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得灵粮的源头 和我们得种子的来源 可能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 你可以从这个仓库里头 得粮食 得供应 但是同时 这个仓库啊 又是可以 使别人得到益处的 因为别人 可以同时在那个地方 得到生命的道种 因此 我们必须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送入这个仓库里头 那比方说 如果你是属于某一个地方教会的 比如说 某一间地方教会 而这间教会又能够满足到上面所讲的两个要求的时候 这教会就成为你的仓库 你就要忠心的在那里实行你的十分之一的风险 很可惜啊 今天很多的信徒并没有这样的去做 他们没有认定自己的仓库 就是他所在的教会 那其实十一奉献并不是给神的终结啊 乃是一个开始 是我们恒常的 不断的 有系统的奉献的基础 圣经里面有讲到奉献和施舍两类的金钱了 事实上 十一严格来说 并不是奉献 因为这是神应该得到的 是合法的 属于神的 只有十一以外的奉献 我们才是真正的算得上是奉献给神了 神在生命纪的十二章第六节 对以色列人说 将你们的凡祭 平安祭 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 并还愿祭 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 那你看呢 这里在十一奉献之外 还加上了六种特别的奉献呢 那就是凡祭 平安祭 举祭 还愿祭 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献给神的东西 真是林林总总 各式各样 但是 十分那一 不算是奉献 也就十分之一 不算奉献 只是我们把神当得的归还给神罢了 那另外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施舍 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常用的慈善这个词了 施赠的意思 那这不是给神的 那是给有需要的人的 给那些贫穷或者在灾难当中有需要的人 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的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也说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想想啊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你不能把钱放在这里 心却放在别处啊 对不对 耶稣说 你们要像天父的儿子那样 既然父把他的国都赐给你们 你们便要把所有的给穷人 为自己集财宝在天上 那还有啊 在传道书的十一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也讲到施舍的事情啊 圣经说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 因为你不知道将有什么灾祸 淋到地上 我想你也明白这里的意思了吧 当你施舍给穷人的时候 你就在神那里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了 作者说啊 分给七人 这是我们的责任 而分给八人呢 这是责任以外的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将会有什么灾祸 要淋到这个地上咯 换句话说 如果你依照神的话语去行 当灾祸来临的时候 神必会看顾你的 这是他的保证 也是我们的保障啊 施舍是抵挡逆境的一个保证 这件事情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朋友的见证啊 我认识一位外国的牧师 他是在外国一个大城市里头 牧会的 他已经牧会几十年了 他有次跟我说他的见证 他回想当年啊 就是说三十年代 在那个全世界都经济大衰退的时机啊 他的教会外面呢 每天从早到晚呢 都有数以百计的人在那等候教会 在物质上或者是粮食上的周际 那有一件事情的感觉很奇怪的 是什么事呢 他说他就调查一下 在外面等待援助的那些人呢 他就调查一下他们到底平常啊 对神的奉献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结果发现这些人在平常的奉献上 是没有实行十一奉献的 而调查结果平常横切的实行十一奉献的人呢 在灾难的年头啊 他们得到神的保守 在生活上就没有缺乏了 这就让我们看到 神对我们的应许 是多么的实际的真实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